空中俯瞰几何状的白色建筑 仿佛一条点缀在浩瀚沙漠中的钻石项链 白天反射出不断变化的光线 夜晚与大漠星空遥相呼应 这里是号称中国大陆沙漠中最奢华的度假地之一 名下钻石饭店 老师会打着纸心笔 然后给大家去讲解说 看天上这一颗是什么星星 那一颗是什么 然后哪一个是你的星座 沙漠观星光听就浪漫 但能做到这点的在大陆宁夏不是唯一 西边的甘肃 北方的内蒙 邻近的两个邻居都能看到一样的星空 而且发展沙漠旅游还更早 名气更大 凭差异化稀客 宁夏国企饭店斥资上亿人民币 在园区内搭起观星谷 人工湖和能容纳400人的大型剧场 每间客房都有超大落地窗 标榜每个角度都能和沙漠星星约会 最贵房型一晚要价约合台币13万 锁定金字塔顶端客群 宁夏民营精品饭店也一间一间开 想避开同质化恶性竞争 有业者加入文化元素 20栋建筑100多间客房 外形建材走摩洛哥古城峰 找来大量中古家具和古董地毯 将抑郁风情拉到极致 宁夏政府数据显示 沙坡头景区所处的中卫市 旅游相关从业人员将近7万 2024上半年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过900万人次 比前一年增长23.78% 国外游客有 但是不是很多 几成的话可能达不到 宁夏中卫这个地方 它可能交通方面 对于国外游客还不是那么的方便 国际航班少 国外游客数就拉不上来 同样避不开的挑战 还有沙尘暴和冬天低温冻沙尘兵的自然灾害 沙坡里面坐酒店 不像说我们在像台湾 或者是在累陆的像上海这边坐 它其实有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是无法动工的 宁夏制沙固沙工程还在持续 官方划沙唯有的同时 也加速建设旅游景区 我们现在在体验沙坡头的冲浪车 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它的幅度甩动还蛮大的 有点像在坐云梢飞车一样 所以它是要安全带 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 沙坡头景区以主题乐园为设计理念 目标打造中国大陆第一座沙漠迪士尼 先抢下境内年轻白领目光 我还是跟人很喜欢的 因为我们大多就是生活在城市嘛 对一些自然环境啊接触都很少 我买的是通票299亿人 虽然它没有咱们家那么便宜 但是去还是挺值得的 繁荣的旅游业图片被视为能带来广泛商机 但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情势牵动中国大陆经济 可能引发通所担忧 一旦民众荷包紧缩算得更精 宁夏想成为旅客首选 难度也就更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